鐵人三項賽每年台東都會舉辦 吸引不少民眾參與 今年由縣長黃建廷當起了代言人 這次還要率領縣府同仁 共同參加鐵人三角接力 一年我們總會有幾個 不同的鐵人三項的競技 那麼今天的這個比賽 也已經是一個非常好的傳統 而且不會多 越來越大 這次我們的活動大概有三個項目 第一個是標準的51.5公里 總共有740組位選手棒 另外有超級錢 就是兩倍全程113公里 那個我只能在做夢裡面 跟他們去比賽 113公里的 從早上7點半到下午 4、5點 很可怕 但是跟各位報告 也有500多名選手棒名參加 那另外也有比較遜一點的 就像我們棒名參加這項目 是鐵人接力的 一個人一個項目 那總共也有95組 28號活動競賽內容有 活水湖游泳1.9公里 自行車90公里 路跑21.2公里 總計有113公里 在29號的標準鐵人三項 即鐵三角競賽 共計有51.5公里 好手像去年的優勝的 今年都繼續來 當然我們今年最特別 就是我們的縣長 黃縣長 他也特別參加了這個 鐵人三項 鐵三角的部分 他負責腳踏車 要騎40公里 那是非常特別 屆時周邊也將實施局部管制 民眾要特別注意 也請到現場 為選手們加油 東台宣布溫革等 採訪報導